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大盘是下跌了0.8% 收盘是跌破5800点 收在了5780点附近 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则没有太大的变化 上海是上涨0.06% 而深圳则轻微上涨1%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三个国家均有0.5%左右的下跌 而美国指数则再次走强 道琼斯指数是创下了过去25年来的最好纪录 连续12天出现了上涨 那么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方面 石油目前稳定在54美元左右 而黄金价格则突破了过去1245的关口 目前是冲上了1255以上 上周五的晚上最高 曾经到过1260不近 那么在今天这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重点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叫做基金账户 也叫做子母账户 我们知道在国内有很多的金融机构 包括了银行和券商都提供一种服务 叫做代客理财 就是你把资金给那些银行或者证券公司 他们来帮你买卖这些产品 那获得的收益呢 就和客户来进行分配 按照之前的协议来进行分配 那么这种形式呢 在国内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流行 那在澳洲是否也有这样形式的代客理财业务呢 我曾经接到过很多电话都问呢 我们高会做不做这样类似的代客理财 那由于我们呢只是提供客户的执行 我们并不能代客理财 因此呢很多时候呢 我就会跟客户说 你要去找一个第三方的代客理财机构 那么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想 那如何去识别一家代客理财机构呢 那么在国内的话呢 有相关的规定和法律 我们我在澳洲并不是太多了解 我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说一下 在澳洲的一个市场情况 那么在澳洲呢 任何的金融服务机构 只要你要收客户的资金 那么你就首先必须持有的澳洲的金融服务牌照 包括从最简单的基金 银行的理财到之后的呢 包括这些专业的对冲账户 对冲基金 以及呢我们之后要收到的这个基金账户等等 凡是涉及到客户资金 就首先必须持有的金融服务牌照 但是在这基础之上 你是不是有了牌照之后 就可以做代客理财业务呢 答案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这个代客理财啊 它非常的复杂 因为呢你持有的是客户的资金 万一有所闪失的话呢 客户资金随时有可能会被损失掉 因此在这一块上面的话呢 澳洲的监管机构对于此呢 还是比较严格的 如果你想做代客理财 你就在必须持有金融服务牌照的基础之上 还要再持有一个牌照 叫做MDA牌照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基金管理人牌照 那么什么是基金管理人牌照呢 这个牌照呢就使得 就可以让你呢 从社会的公开募集资金 这些资金呢 可以专款专用 用于投资 你所宣导的那一类产品 但是呢 股票归股票 外汇归外汇 不能混着使用 那么在高汇 我们是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呢 假设如果我们有一个澳洲的客户 它已经持有了澳洲政监会颁发的金融服务牌照 以及MDA牌照 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 它可以向社会通过广告形式 通过其他的营销形式呢 来募集资金 这笔资金依然是放在不同客户个人的账户之下 但是这笔账户呢 这些资金可以通过后台的设置 在操作时呢 归结到一个账户中来共同使用 因此在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呢 操盘手或者基金经理呢 只需要下一个账户的单 这些单子呢 就按照之前的设定等比例的 或者呢 是按照设定好的比例 分配到以下的一些自账户中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呢 这个一托三 一托四 甚至于一托几十个账户 这样的一个子母账户形式 那么这样的账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基金账户或者说所谓的这个投资管理的代客理财账户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的安全性 那由于客户的资金都是安放在客户自己的账户之中 所以每一次取钱或者说在分配利润的时候呢 也这个基金经理并没有权利去分配这些利润 这些利润会在每个月结算的时候呢 由后台由高贵的电子系统呢 自动统一分配到每个账户之中 这样呢 就最大程度上呢 避免了由于这个扯批 以及呢 说不清的关系导致的一些利润的纠纷 所以说 总的来说呢 代客理财账户目前是一个 比较越来越流行的趋势 在这个社会中发展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投资者呢 有的人他是有时间 有精力 他可以自己去尝试自己去体验这个交易的感受 但是有的客户可能平时比较忙 他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 由专业人士来做打理 那么在这种形式之下的话呢 就衍生开了目前的代客理财账户 那也正因为呢 有的客户他不愿意花时间 或者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因此这个呢 由专业人士操盘的代客理财账 才得以在这个市场上有生存的空间 那接着我们今天来说一个热门话题呢 就是说一下这个奥远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奥远的走势啊 奥远呢 从过去的两周到目前为止呢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但是呢 他始终是被压在了目前的0.7730附近 已经两次尝试冲破 0.7730都以失败为告终 所以但是呢 另一方面 他下也没有下去 就像个牛皮糖一样呢 是死死的纠缠在这个 两小时的通道线之下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奥远的走势呢 在过去的十天来说 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走势 上的话呢 除非他要超过 之前的高点 7730才有更大的空间 向下的话呢 他除非打穿了 这个两小时通道线的下方 大约是在0.7660左右 只有在这两个价格之外呢 我们对奥远来说 才会有更加明显的走势 那么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 晚上注意的事件 是在澳洲晚上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 他们的耐用品 消费者订单 那么今天 这就是以上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的内容 欢迎大家明天到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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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